道修道之位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事故君子戒圣乎其所不睹恐惧乎 其所不闻莫见乎以莫显乎为故君子圣其独也席怒哀悦之位发位之中发而皆中结位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欲焉 众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以忽明先门久以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以知者 过之于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以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也人莫不以时也先门知谓也子曰道其不行 以夫 子曰顺其大之也与顺好问而好茶而言引恶而阳善之其两端用其中于明其思以为顺乎 子曰人 皆曰与之躯而那诸或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与之则忽中庸而不能其乐手也 子曰回之为人 也则忽中庸的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尸之以子曰天下国家可君也绝路可辞也白任可道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翼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如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金格死而 不愿北方之强与翼而强者居之故君子何而不留强灾角中立而不以强灾角国有道不辨塞 焉强灾角国无道至死不辨强灾角 子曰若隐行怪后世有数焉无福为之以君子尊道而行伴徒而被无福能以以君子依乎 中庸顿世不见之而不鬼为圣者能知君子之道备而引夫妇之余可以与之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妇之不孝可已能行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仁有所悍故君子与大天下莫能 宰焉与小天下莫能破焉失淫冤非利天愚悦于冤言其上下查也君子之道造端 乌夫妇及其志也查乌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师于拔科拔科其则不远直科以拔科逆而是之有以为远故 君子以人至人改而只中述为道不远师诸己而不愿意误失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以焉所求 孤子已是父未能也所求孤臣已是君未能也所求孤弟已是兄未能也所求孤朋友先师之未能也拥得之行拥言之仅有 批之108 所不足不敢不免有余不敢敬言故行行故严君子胡不造造而君子恕其胃而行不愿乎其外素负贵行乌负 贵宿平贱行乎平贱宿以敌行乎以敌宿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辱而故自得焉在上位不灵下在下位不圆上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由人 故君子居易于四命小人行显易侥幸 子曰赦有四乎君子师 诸正谷返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尔辟如登高必自卑 诗曰妻子好何如骨色情兄弟寄兮何乐且 丹里尔是迦勒尔七堂子曰父母其顺以乎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顺以乎是之而福见听之而福闻体悟而不 可以使天下之人其名圣福以成祭祀阳阳孤如在其上名在其左右 诗曰神之谷之带育不可度思闻可设思夫为之显乘之不可言如此夫 子曰顺其大孝也如得位圣人尊会天子父有四海之内 宗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 得必北其位必北其路必北其名必北其受 故天之身物必因其才而赌焉 故灾者裴之亲者父之师约加乐君 子献献令得一名一人受入于天保 又命之自天生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为文王不以王继位 父以武王为子父坐之子树之武王 转大王王继文王之序一荣一而有天下 身父师天下之显明尊位天子父 有四海之内宗妙享之子孙保之武王 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得追王大王 王继上四先公以天子之礼私礼也 达呼诸侯代夫及世数人父为代夫 子为世藏以代夫既以世父为世 子为代夫藏以世既以代夫其之丧达呼 大夫三年之丧达呼天子父母之丧如贵见义也 子曰五王周公其达笑以乎夫笑者善计人之至善数人之 逝者也春秋修其祖妙成其宗气设其长一见其时时宗妙之礼 所以续招募也续绝所以便为贵也续是所以 便前也与仇下位上所以改见也厌毛 所以续耻也见其位行其礼奏其乐 尽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此如是生事 亡如是存孝之至也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也宗妙之礼 所以似乎其先也名乎交涉之礼 立常之礼至国其如 是诸掌呼 哀公问正子约文武之正 不在邦策其人存则其正举其人王则其正 其人道理正地道理数夫正 也者福奴也不为正在人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 以人人者人也轻轻为大义者 也尊贤为大轻轻之杀尊 批据109 贤之等理所生也在下位 不过乎上名不可得 而至已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示亲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知达到五所以行之者 三约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困地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知达到也知人 永三者天下知达得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或身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极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极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静呼之力行静呼人之耻尽 忽勇之思三者 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 则之所以智人之所以智人 则之所以智天下国家 以凡位天下国 家有九经约修身也尊贤也清清也 大臣也挺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宫也 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 尊贤则不过清清则诸父昆地 不愿静大臣则不炫 体群臣则誓知报李众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宫则才用足 柔远人则四方规之怀诸侯则天下位之 其名圣福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产远色 见或而贵得所以劝贤 也尊其位众其母同其好物所以劝 清清也观圣任使所以劝 大臣也忠信众路所以劝 誓也实使保脸所以劝 百姓也日审月誓既领称是所以劝 百宫也送往迎来加善而今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即决是举费国制乱实为 朝聘以时后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酒精所以行之者 亦也凡是欲则利不欲则费言前 定则不解释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或乎上名不可得而至以或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 不或乎上以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 有以顺乎亲有道反诸生不成不顺乎亲以成生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生以 成者天之道也成知者人之道 也成者不免而终不思而得从容中到圣人也成知者则善而不执之者也薄学之神问之圣思之明辩之笃行 知有福学学之符能符错也有福问问之符之符错也有福思思之符的符错也有福便便之符明符错也有福 行行之符符符错也人亦能知己百之人实能知己千之果能此道亦虽亦必明虽柔必强 自成名为之性自 明成为之教成则明以明则成以为天下至成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批志一百一十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欲可以赞天地之化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其次值区区能尽诚使脝则刑 行则则则则则明明则洞 动动则便变则划为天下至成为能化 至成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心必有真强国家将 王必有妖夜见忽师归动忽四体 或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故至成如神 成者自成也而道自道 也成者物之中始不成无物 是故居子成之为贵成者非自成己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 人也成物之也信之 得也何外内之道也不实错 知已也不知成无习不习 则久久则真真则幽远 幽远则伯后伯后则高明伯后所 已载物也高明所 已父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伯后配得高明配天悠久 亦将无此者不见而张不动而便无味 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敬 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天地之道国也厚也高也明也雍也久也 精肤天 思昭昭之多集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系烟万物赴烟精肤的一搓土之多集其广 后载华月而不重振和海而不 谢万物载烟精肤山一卷石之多集其广大草 牧身之秦寿居之宝藏心烟精肤水一勺之多集其不测原陀礁 龙于鳖身烟或财质烟施约为天之令于目不以盖 约天之所以为天也于忽不显 闻王之得之纯盖约闻王之 所以未闻也纯益不已 大灾圣人之道两两呼发欲万物俊及于天幽幽大灾里 宜三百威宜三千呆其仍然 后行故约苟不智德智道不明焉 故君子尊德信而道问学至广大而静经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温物而知心 敦厚以崇礼 是故君尚故交位下故被国有道其言足以心国无道其莫足以荣施约继明且者以保其生其 此之未予 子约于而好自用剑而好自专身乌精之士反古之道 如此者该及其生者也非天子不义理不治 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鬼书同文行同轮虽有其未苟无其得不敢作礼 月焉虽有其得苟无其未亦不敢作礼 乐焉 子约无说下礼不足真也无学 因礼有宋存焉无学 周礼今用之无从周王天下有三众焉其寡过礼 呼上焉者虽善无真无真不信不信名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名服从故君子之道本诸生真诸 庶名考诸三王而不谋见诸天地而不被执诸鬼神而无疑百事以似圣人而不或执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 批诸一百事以似圣人而不或执人也是故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尽之 则不厌诸约在离无恶在此无设树积宪宴以有忠御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御于天下者也 众名足述遥 顺献章文武上律天时下习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尺改无故复仇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御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被晓得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天下至圣为能聪明锐之足以有灵 也宽裕温温柔足以有荣也八强刚毅足以有职也其妆中正足以有静也文理密茶足以有别也 浦伯渊泉而食 出之浦伯如天渊泉如渊剑而明末不敬言而明末不信心而明末不说事以身名洋溢忠国师及满末周车 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得之所改日月所照双路所对满有血气折磨不尊清故约配天为天下至成为能经 轮天下至世代经历天下至大本知天地之化欲夫焉有所以尊尊其人渊渊其冤浩浩浩浩其天苟不顾聪明圣之达 天得者其熟能知之 诗曰一锦上迥恶其闻知者也故君子之道 暗然而日章小人知道的然而日王君子知道 但而不厌俭而闻温而领之远之近之风之自知之为之险可予入得以施云前虽浮以异孔之招顾君子内神父 就无恶于智君子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失于将在耳世上不愧于乌漏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如言时你有真事故君子不赏而宁劝不怒而宁威于辅悦 诗曰不显为得百辟其行知事故君子度 宫儿天下凭诗曰语怀明得不大声以色 子曰深色之余以化名为也诗曰得犹如毛毛有有文上天之彩无 深无秀之余 表记